今天与大家分享黑白芝麻千层糕 好看又好吃的黑白芝麻千层糕 黑芝麻和白芝麻非常富有营养 特别是黑芝麻 它有很多好处 其中它能够降血压 提高免疫力 还可以美容养颜 预防动脉硬化 也可以润肠通便 抗衰老 还可以使头发乌黑 我们先把白芝麻炒熟 炒至稍微金黄便可取出 现在我们炒黑芝麻 黑芝麻炒至香便可取出 现在我们来准备白芝麻的粉浆 把所有的材料 也就是白芝麻 粘米粉 木薯粉 椰浆 水和糖 倒入搅拌机 把它搅拌均匀 搅至芝麻细腻 把粉浆 把粉浆过筛 现在我们来准备黑芝麻 搅拌均匀 把所有材料倒入 搅拌机 搅拌至细滑 再搅拌均匀 再倒出 方盘先抹上一层油 这样呢 使到蒸好的糕点容易脱模 把蒸盘放入锅中 先蒸热五分钟 现在我们取白色粉浆 搅拌均匀后 搅入两大匙的粉浆 这两大匙约100ml 大火蒸三分钟 蒸熟后我们再来第二层的粉浆 也就是黑芝麻粉浆 重复以上步骤 这里有温馨提醒 锅盖必须把水蒸汽 磨干 以免水滴到糕面上 成品就不没了 最后一层也就是黑芝麻粉浆 倒入这一层之后 我们会以大火蒸15分钟 蒸好后取出带凉 糕点必须带凉4-5小时 完全冷却了 才可以切块享用 Q弹有嚼劲的 黑白芝麻千层糕 就完成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或订阅或分享 还有您的问题 还有您的情况 我们 tweed 让我们一会儿 看看 别而言 继续 我们在此此地方 我们在此地方 在189个月 收音 我们回头